好 过去的思维就是想说 我们用一些东西去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或用一些免疫的细胞去治疗癌症 把它回溯回去给你 加强你的免疫力 可是现在的想法不太一样了 现在好像不是完全刺激免疫力 就能够对抗癌症 而且这些免疫力对抗癌症 这个观念不是很常被医学界看到 我们都知道说免疫系统过度活化会得什么病 叫做自体免疫疾病 有时候会得到红斑性胀差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有一个年轻人有一天骑车 开车被车发生车祸 发生脑死 他其实有捐赠器官 他有签那个器官捐赠卡 结果发现他的肾脏没有坏掉 他的肾脏可以去捐给另外一个人 结果就开始器官捐赠中心 就把他的肾脏取下来 捐给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捐上去 结果另外一个人没多久 因为他我刚刚讲过 器官移植的病人要打抗排治疗 每一功能会低下 结果他的病人 那个被移植肾脏的那个人 就是所谓的受证者 他没多久就得了肾脏癌 他就觉得奇怪 那个肾脏不是别人捐给他的 那为什么他会得肾脏癌 结果后来有人就去看 原来那个年轻人发生车祸死掉那年轻人 他已经在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有肾脏癌 只是没有被诊断出来 所以他的肾脏上面是不是有癌细胞 你种到一个健康的人身上 又打了抗排治疗 免疫功能低下 是不是会得肾脏癌 有点类似像传染的概念 好 那再来看这个图 后来他们就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他们就把那颗肾脏 就是年轻人的肾脏把它先拿掉 同时停掉抗排治疗 他本来那肾脏癌接受以后 他其实不只是肾脏障碍症 那个肾脏癌细胞到处扩散 就是他把抗排治疗移除掉以后 免疫功能恢复 既然很奇怪 他肾脏癌的转移的细胞 全部不见了 全部不见了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好像把免疫意志的状况 把它回复就有机会治疗癌症 这样我们发现这件事情 好 很奇怪 好 所以很简单来讲 回复免疫力比刺激免疫力 可能更重要 好 再来看一件事情 其实免疫系统就好像 一台警察 一台警车 看到那个飙车族癌细胞 到处乱转 你就要开始追他 可是我们要追 你知道大家都有开车 开车的时候除了方向盘很重要 重点是什么 你要懂得怎样 加油跟踩油 踩油门跟踩刹车 不然会爆冲 冲出去不行 所以油门跟刹车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看到飙车族只会吹油门 吹油门去追飙车族会怎样 会撞死很多人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以前用那种刺激免疫的方法并没有很好 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而且重点是效果也不佳 其实癌细胞很聪明 这些飙车族很聪明 他想办法让你这台警察车上面的刹车 脚刹车踩住 或者手刹车拉起来 当脚刹车踩住手刹车拉起来 你一直吹油门有用吗 车子跑得动吗 所以这台警车永远跑不动 去追不了那些飙车族 所以显然观察来讲说就像这个图一样 这边这个图就是黄色就是T细胞免疫细胞 其实他想要去杀癌细胞 他有方法杀癌细胞 可是癌细胞很聪明 癌细胞就像这个 这人是谁 布袋系里面黑白龙君 他讲的名言是什么 不是什么台湾安全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他不是讲这个 他讲的比较特殊一点 把人的失败是坏快乐 所以他就想办法 这些坏标车族就像这个黑白龙君一样 他是个坏人 他想办法让T细胞不快乐 不快乐就把T细胞给卡住了 T细胞杀车都被杀住了 他就没办法去追癌细胞 当他T细胞不快乐的时候 C细胞失败以后就换癌细胞很快乐 他就开始呢 开始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越长越多颗 这样听得懂吗 好 所以其实癌细胞会有想一个方法 让免疫系统认为 癌细胞这个标车组是善良老百姓 是很纯朴的老百姓 不会去追他 不会去追他 这两个人就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讲透了也没有很难 刹车被刹住 车子当中跑不动 他们两个就发现了刹车 原来身上的免疫细胞 有脚刹车跟手刹车 有的是刚才黄医师讲的 PD-1跟CTL-4 所以你想办法把刹车系统的问题处理掉 就有办法让这台警察的车 重新恢复功能 所以他们就发明这种药叫 免疫检查检疫止系 就是想办法把刹车给他放掉 有的是放脚刹车 有的是放手刹车 当脚刹车手刹车被放掉 油门又踩得很顺的时候 基本上这一台警车的免疫功能 又恢复 就有办法去杀癌细胞 而且可能比以前的效率还更好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概念 发展出了PD-1、PD-L-1、CTL-4的药物 在处理 也就是说把癌细胞 让免疫细胞被杀车的情况下 被放开 这时候用的药物把它放开以后 就能够让免疫细胞去攻击 也就是让免疫的功能回复到正常 而且可能是更好的抗癌的模式 所以看这个图 当我们的免疫细胞用了这些药物以后 你T细胞就没有办法把它催眠 也不会贿落它 就好像这个戴着墨镜 酷酷的警察一样 它重新恢复它 因菌挺拔 帅气的状况 而且不会被你所诱惑 这时候它就可以开枪 打死你的癌细胞 把你癌细胞杀死